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7月2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欧雙方在战线上的变化不是很大 有的也只是局部无关紧要的居民点 仿佛争夺 欧雙方在对对方纵身打击这一块 现在是如虎如荼啊 7月27日 俄罗斯一架苏34轰炸机 在富尔加格勒地区坠毁 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根据俄罗斯人部的说法啊 说这次苏34轰炸机的飞行 是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地面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飞机坠毁着一个荒芜的地区 苏34轰炸机失事 初步原因是技术故障 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一个委员会 正在飞机失事现场开展工作 这个技术故障呢 这成了俄罗斯国防部啊 用来替代烟头的另外一个借口 以前都是烟头导致的 现在是技术故障 因为俄罗斯也没有那么多烟头啊 你不能一出事都是烟头啊 说不过去了 所以现在只好承认是技术故障 实际上是不是技术故障呢 7月25号周四上午 一架米28战斗直升机 在卡鲁加州日资德林斯基区坠毁 同样的啊 俄罗斯国防部把这架 攻击直升机的坠毁 也归咎技术故障 根据乌克兰政理报报道啊 说乌军无人机在俄境内 奥莱尼亚机场击中了俄军 图22轰炸机 这是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报道的 这个机场啊 离乌克兰边境 1800公里 如果这个地方 图22M3轰炸机啊 被乌军的无人机给摧毁 那根真是啊 天大的笑话 乌军的无人机飞1800公里啊 在俄罗斯境内啊 干嘛飞五六个小时 居然都没能把它打下来 这不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吗 俄罗斯啊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俄罗斯没有一块法外之地啊 1800公里 能把它战略轰炸机给摧毁 俄罗斯空间军的技术故障 为什么那么多 这个大家知道啊 这个跟飞行保养有关系 跟飞行员的素质 其实也有关系 跟那个地勤人员素质都有关系 首先一个俄罗斯战打到现在 它很多零部件呢 肯定是缺乏 没有办法 只好一次冲好 只好从那旧的飞机上 淘汰的飞机上拆去换 不要说俄罗斯空天军 就连俄罗斯民航啊 都不能保证 最近那个民航科技 是不是频频出事啊 主要是维修保障跟不上 就是零部件呢 缺乏 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飞行员 有时候淘汰的太快 就培养一个飞行员 要很长时间 几年 但是牺牲一个飞行员呢 只要乌军一发导弹就行了 俄罗斯空天军啊 在乌克兰境内 频频被击落 多少飞行员成了耗材 所以它飞行员补充不上 这些新的飞行员 新兵啊 进行顺练 要八秒助长 就很容易出事 再加上紧张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熟练驾驶苏-34战斗机 那就要被派往乌克兰领土 派往乌克兰上空 这个是一个单线的旅行呢 是没有返航的 没有回城的 这么一个旅行 有去无回啊 按照俗话说就是肉包子打狗啊 所以这些飞行员 它能不紧张吗 去了就回不来了 一紧张 动作失误 就表演落叶飘 这个战打成这样 让人看出了俄罗斯真实的实力啊 还有啊 这个 俄罗斯原地于7月28日 举行的盛大的海军日阅兵 沿着涅瓦河 一直到卡朗斯塔德海军基地 7月26日英国国防情报局报告称 由于安全原因 卡朗斯塔德部分阅兵已被取消 你说这不是笑话吗 一个国家的海军啊 连自己的港口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他还怎么保护这个国家呢 我在有一期节目说过了 这俄罗斯啊 海陆空 还有个战略导弹部队啊 这个海陆空呢是互相比烂 没有最烂 只有更烂 这么一比较陆军还不错 空军呢 反正也没什么 就是天天刷飞机啊 刷累了为止 海军更厉害 更有出息啊 黑海舰队打惭愧了 崩溃了 现在海军阅兵都不敢举行了 害怕遭到攻击啊 那可不嘛 你好歹那半层的啊 几手军舰 你凑齐了在那阅兵 正好容易让乌军啊 一锅端 那个海军 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 那广告啊 无人机 乌克兰自己研发的 能打500公里的导弹 都已经在试用了 最近啊 这个巴黎奥运会 已经开幕了 本来这个各国的运动员 都应该在巴黎啊 这个竞技场上 一展自己的这个能力 还有技术 结果啊 俄罗斯的奥运会 射击运动员 种子选手 22岁的运动员啊 被招募到 俄军第83空降突击旅 结果他入伍啊 被投放到前线 不到一个月 也就是在昨天呢 法国奥运会开幕期间 被乌军的海妖部队击毙 在哈尔科夫边境小镇的街道上 俄乌双方现在在哈尔科夫 在激战了 这个83空降突击旅 是俄军进攻哈尔科夫的主力部队 这名俄罗斯的奥运射击运动员 很有希望啊 夺冠的 就很有前途的 这么一个运动员 他出现在了 不该出现的地方 他本来应该出现在法国巴黎 结果他出现在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 他射击再准什么用呢 因为跟他作战的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所以这些悲剧了 一切啊都是拜普京所赐 7月27日消息啊 说为了保护飞机免受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攻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包括波兰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场驻扎战斗机 这一信息是由俄罗斯媒体 在俄罗斯执法机构的消息人士分享的 改变人士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限制俄罗斯武装部队 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装备开火的可能性 因为对第三国领土的袭击将导致欧摩和北约国家的直接冲突 如上所述 乌克兰的机场用于加油和补充弹药 这个一直都是传言啊 这个乌克兰的飞机啊 F16到底部署在哪 有可能在罗马尼亚波兰这些地方 也可能就在乌克兰自己的机场 如果在乌克兰自己的机场 那么就需要乌克兰有更多的防空系统 我想啊 目前这个现状下应该是部署在乌克兰 后期啊 有可能部署在罗马尼亚以及波兰 这个东西是逐步升级啊 这个F16啊 到乌克兰战场 我们在节目一直说啊 它有几个前提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 埃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要足够多 泽伦斯基是要十几套 现在恐怕只有四套还是五套吧 顶多了 远远不够 这个时候F16到了乌克兰机场 那基本上就是挨炸 再加上啊 这个由于俄军啊 在前线已经占不到什么便宜 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积蓄力量 要给乌克兰致命一击 很难做到 你看 双方的哈尔科夫在扎波罗热 都形成了这个势均立体的这种 对攻状态 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呢 控制着这个F16 他到乌克兰战场 可能就没那么快 这个 我看有小黄鹅啊 还有一天等不及了 嫌他俄跌的头啊 很硬 认为这个F16啊 到不了乌克兰战场 希望奇迹发生啊 F16到乌克兰战场 这也是无法逆转的 势不可挡 一定会到乌克兰战场 只不过节奏啊 人家控制的死死的 人家就要好似俄跌 人家不想把俄跌啊 逼上绝路 是要拖垮俄跌 当然这个黄鹅啊 他也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啊 嫌这个F16啊 到乌克兰战场晚了一些 这个心态啊 一定像那个 梅德威杰夫 这些典型的盼着普京啊 早死的这种节奏啊 死的不够快 俄跌为了应付F16 到乌克兰战场 不仅开出了这个 高价的奖金 谁要击落一架F16 要奖励1500万卢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来这个 用这个来鼓励 激励俄罗斯空间军的这个 不要害怕 美国的F16 那都是吹的 俄罗斯荣誉军事飞行员 弗拉基米尔 波波夫少将 指出了 西方承诺向乌克兰 提供F16战斗机的主要缺点 你看他是专家 他说F16啊 有缺点 什么缺点呢 他说美国第四代F16战斗机 配备的雷达性能 一般 这个或许说的是实话 F16的雷达性能 恐怕不是很先进 但问题是 人家F16 他是靠这个空中 运行 还有预警机 靠这里来指挥 来给他信号 他不主要靠自己的雷达 所以俄罗斯的这专家 也是为了糊弄 俄罗斯的那些 空间军的飞行员 因为他们太紧张 太害怕 要不然怎么顺练老摔飞机呢 那俄罗斯 拿什么对付F16呢 人家已经有办法了 俄罗斯将米格31战斗机 成为西方战斗机的杀手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米格31战斗机 可携带的武器数量 超过了F16战斗机 约2.6倍 也就是说 我这个米格31啊 带的武器多 所以F16打不过米格31 你武器多有什么用啊 你的命中率啊 精准度不够 对吧 你一发射 尽自己人 炸自己人 把自己的辽机给摧毁了 这有什么用呢 人家F16是一击之命 一发香尾蛇 对吧 你就成了耗材 你说你载弹量大 有什么用啊 你又不是运输机 你是战斗机啊 怎么比这个载弹量呢 这玩意就一发导弹的事 打中就打中 打不中就完蛋了 可见啊 俄罗斯空间军 现在已经弥漫着 什么样的一种气息啊 就是紧张 恐惧 畏战 所以俄罗斯啊 不仅要中赏 给钱 来刺激这些飞运员 还得给他们编一套瞎话 让他们盲目自信 载弹量多嘛 那我碰见F16的时候 我一次发射三枚 总有一枚集中 哪知道啊 打中自己人的更多啊 咱们再看看这个外交 以及国际援助 欧盟正式宣布 已将冻结 俄罗斯资产 产生的收益 移交给乌克兰 第一笔资金 为15亿欧元 以帮助乌克兰 购买武器 欧盟还在 官方网站上 发布声明 称啊 冻结资金的收益 不属于俄罗斯 主权资产 也就是 把你的资产冻结了 那个是你俄罗斯的 暂时不动 但是你这资产 产生的收益 这个不是你俄罗斯的 所以欧盟有权处置 把他买武器 送给乌克兰 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些俄罗斯人 搬石头 砸自己的脚啊 乌克兰总理 施米哈尔证实啊 乌克兰政府 即将从美国 获得39亿美元的 财政援助 这笔钱 将用于支付 救援人员 教师 医生 支持项目的工资 看着拜登啊 要在他总统任期的 最后几个月 要用自己的权利 最大可能的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包括军事援助 和经济援助 昨天说了啊 这美国啊 翻来覆去查账 发言自己 给乌克兰少给了21 补器 所以赶紧给人补上 所以我说啊 只要你想援助乌克兰 你总能找到借口 泽伦斯基办公室主任 耶尔马克 与这个美国的 安全助理叫沙里文 讨论 对乌克兰军队扩大训练 交付防空系统 和使用F-16战斗机 具体事项 所以说这个 拜登现在是紧锣密鼓的 在推进这些工作 要不然小黄鹅都召集了 老是显这个F-16 还没到乌克兰战场 这F-16再不来 额叠等不及了 那飞机一天掉一架 掉几架的 好歹在俄罗斯空间军呢 飞机刷完之前 也要见一见这个F-16 也要在乌克兰的天空上 碰一碰啊 所以这个黄鹅啊 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啊 乌克兰人还没着急呢 这个小黄鹅急了 这美国人呢 帮乌克兰人的 这个空军的米格29 进行改装 改装干什么呢 挂载美国提供的 小直径滑翔炸弹 改装完之后啊 每架飞机 可以挂八枚 这种小直径滑翔炸弹 这个要扔在 俄军的这个阵地上 那也够它瘦的 八连机啊 这个德国啊 现在也是越来越活跃啊 那对俄罗斯 也是越来越不客气啊 不仅啊 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德国跟英国 跟美国 现在也在加强合作 泰晤士报报道啊 说英国正在准备开发 远程导弹 以对抗俄罗斯的核武器 英国它怎么开发呢 英国是跟德国合作开发 射程三千二百公里的武器 他们相信 如果决定 发射战术核武器的话 这些导弹 将能够从柏林 飞往莫斯科 根据计划 这种远程导弹 将部署在德国 取代未来几年 部署在德国的美国导弹 你看看啊 这个欧洲人早就 有计划的 在自己武装起来 英国研发跟德国研发这种三千二百公里的这种导弹 要取代美国的 为什么要取代呢 实际上就是万一啊 特朗普入驻白宫 他要撂挑子 那欧洲人还得自己保护自己 那前提是你能保护自己 对吧 你得有这个能力 当然了 美国啊 他跟德国 跟欧洲还是在合作的 因为拜登手上呢 还是要加强跟欧洲 这种同盟关系 美国宣布将在德国重新部署 能够打击俄罗斯纵身的导弹 舒尔茨说啊 只有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才能避免美国在冷战后 首次在德国重新部署远程导弹 就是美国以前在德国啊 部署这种远程导弹 是那个美苏对抗 苏联接体以后啊 美国就从德国把这些导弹撤了 天下太平了 结果你看现在 就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导致美国可能重访德国啊 又部署这种能够打击俄罗斯纵身的导弹 你看这都是普京自己招来的 人家撤走几十年了 现在重新部署 不仅美国也重新部署 连英国德国还自己开发 你说这叫什么事 7月27日消息 乌克兰因电力短缺 而吸引了波兰和斯洛伐克电力系统的紧急援助 据报道 乌克兰能源部的消息称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在晚间高峰时段 吸引了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紧急援助 此外 乌克兰能源系统 你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 如果你缺电 你什么都运转不了 所以乌克兰一缺电 这就是要命的 致命的攻击 结果波兰 斯洛伐克 那就是紧急援助 这个也能理解 现在天热 老百姓空调都要开 现在正是电力高峰时期 好在是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你回头看看俄罗斯 那就是众叛清零 没有一个国家公然站出来 说我援助 有那么几个国家 那也是偷偷摸摸地援助俄罗斯 然后打死了也不承认 坚决不承认 伊朗 朝鲜 卖武器给俄罗斯 但是他们不承认 2024年7月26号 一个北约国家开始在乌克兰领空 击落俄罗斯无人机 一段新视频显示 罗马尼亚猎炼爆自行高炮 就是德国常的那种啊 像坦克一样的啊 那种高射炮 在伊斯梅尔附近 罗马尼亚与乌克兰边界 东脑河对岸击落了俄罗斯无人机 也就是罗马尼亚向乌克兰领空内的俄罗斯飞机开火 这是北约国家首次摧毁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事装备 事情发生在晚上 当时俄罗斯向乌克兰派出了38架无人机进行攻击 但是在这次行动中有三架无人机偏离了航线 进入了罗马尼亚领空 罗马尼亚立刻采取行动 摧毁了这三架无人机 我记得波兰说过 他们要在这个波兰啊 要击落这个乌克兰上空的 飞向波兰方向的这个武器 结果波兰这边还没动手呢 罗马尼亚也倒先动手了 杰族先登啊 为什么炒作这个事啊 实际上就是看俄罗斯的反应 以往啊 要么罗马尼亚专足没看见 要么呢 罗马尼亚把他打下了不承认 不说话 悄默默的把他击落就完了 不伸张 俄罗斯人搞不清楚 这次为什么要大战其国的宣传呢 实际上就是让俄罗斯表态 让你普京你不厉害吗 我就打了怎么办 所以你看啊 这个冲突啊 是越来越擦枪走火升级 实际上也是在给地宝老人呢 做心理按摩 打着打着 地宝老人就适应了 所以他这个 俄罗斯的武器啊 导弹无人机 进入乌克兰 然后被美西方给他击落 这个以后就是驾山变范 这地宝老人呢 见怪不怪 反正乌克兰击落后 美西方击落都是击落 还在乎谁呢 对不对 有必要搞得那么清楚吗 反正被击落了 怎么能为这点小事 要挑战整个北约吧 那地宝老人可不敢呢 说说可以 真动手 你得借他三个胆 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啊 说7月12号 俄罗斯国防部长 别罗乌索夫 致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打电话警告他 说乌克兰对俄罗斯 开展秘密行动 你们知不知道 质问这个奥斯汀啊 报道称 别罗乌索夫想知道 美方是否知道 乌克兰的秘密行动 因为他可能加剧 莫斯科和华盛顿 之间的紧张关系 你看看啊 这个说白了就是 俄罗斯人呢 挑拨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 奥斯汀对别罗乌索夫的警告 十分重视 立即与乌克兰联系 要求乌方不要对俄罗斯 实施秘密行动 报道称 尽管乌克兰严重依赖美国 但乌方在讨论军事行动时 对美国并不总是那么坦诚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所谓的秘密行动 他也没披露 我们只是推测啊 也就是说 别罗乌索夫的意思是 乌克兰要到俄罗斯领土上 搞一个秘密行动 他的本意是要把美国拖下水 然后这个秘密行动 一旦展开之后啊 就会加剧 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 无非就是把美国拖下水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长 别罗乌索夫说的 实际上他就是挑拨 乌克兰也有可能啊 用这个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 打击这个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 诸如此类的啊 然后嫁祸给美国 不就这意思吗 我个人感觉啊 更像是俄罗斯国防部 俄罗斯方面 没话找话说 想跟这个美国套到近乎 要不然打电话说什么呢 最近啊 这个大家都在讨论 俄乌的会谈 俄乌何谈呢 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说啊 俄罗斯不会向乌克兰做出让步 特别军事行动 所有目标都将实现 拉夫罗夫表示 他说普京曾多次说啊 泽勒斯基两年前 亲自签署法令 禁止自己 和所有工作人员 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有人对一切冲而不闻 继续呼吁我方 采取见识性态度 而事实上 按照他们现在的理解 这意味着让步 我方不会做出让步 特别军事行动的 所有目标都将实现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俄罗斯人就是这样的 他没有什么原则性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底线 没有什么契约精神 他一切随时可以推翻 昨天的说法 今天能否定 这就是俄罗斯人 因为他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 昨天哭着喊着 要和谈 怎么谈都行 不设任何前提条件 一旦乌克兰表现有所松动 也有和谈的意愿的时候 好 这时候俄罗斯马上就翻脸 一切特别军事行动 目标都要实现 你看他翻脸就这么快 比翻书还快 所以这个俄罗斯人 早酒一喝 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所以这样的国家 就打服他是最好的 谈判只是个策略 在这个老挝的 就是东盟 这个会议现场 主办方安排 也比较巧妙 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面对面坐着 但是有什么用呢 对吧 就是两岸坐一排 人美国人也不跟你谈 这个拜登啊 他就是静静的看着普京表演 对吧 你就往下表演就行了 人家不搭理你 想谈判 没门 对吧 你去找泽伦斯基谈 但是普京啊 他就要找美国谈 只有美国能给他安全感 跟着俄罗斯媒体报道啊 他说他们转的 印度媒体的这个报道 这印度媒体啊 也是援引 印度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说 莫迪计划在8月 访问乌克兰 这个也是印度总理啊 俄乌冲突爆发后 首次访问基辅夫 虽然这个莫迪跟斯伦斯基啊 不是第一次会晤 他在什么G7峰会上呢 已经见过几次了 但是亲自到乌克兰 到基辅去访问 基辅夫现在是道义的制高点 反正西方的这些政客 那是必须到基辅去谈认 一定要显示自己 坚决支持乌克兰的这种决心 这是道义的制高点 所以这个美西方的领导人呢 那简直不止一次的往乌克兰跑啊 拜登那么大年纪 都快要往乌克兰跑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实际就是姿态 到了基辅 就是表示我支持你 支持到底 你还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目的也玩的好 前不久啊 对吧 跑到这个俄罗斯 搞了一次闪电外交 让俄罗斯人知道了 什么叫闪电 一小时二十二分钟 那不叫闪电 什么叫正宗的闪电外交 大家还记得吧 普京气得 把好的公开活动取消了 说没有必要了 即便这样啊 穆迪访问莫斯科之后啊 这泽伦斯基 那还是对此 有很大意见 说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居然破坏和平 让这个和平啊 这个努力遭到破坏 这穆迪啊 马上召见这个乌克兰 驻印度的大使 不管这个啊 连美国都开始 对这个穆迪访问俄罗斯啊 颇有微词啊 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啊 叫唐纳德·卢 他就这个 莫迪访问莫斯科 发表强硬言论 他说啊 美国对莫迪总理 反而的 象征意义和时机 感到失望 而且美国威胁啊 要对印度 与莫斯科合作 实施制裁 美国警告 印度银行 可能会因 印度公司 与俄罗斯国防工业 联合体的互动 而对其实施制裁 华盛顿 给得理30天的时间 采取行动 否则 印度银行将面临失去 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 也就是把它从 SWIFUS系统啊 给它踢出去 这项警告 是自印度总理 穆迪 访问俄罗斯以来 首次采取此类措施 此后 华盛顿誓言 反对俄印 伙伴关系 印度人啊 回击 他说啊 所有的国家 都有选择的自由 每个人都必须 敏记认识到这一现实 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由来已久 是建立在多极世界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 印度还嘴硬呢 这个印度啊 两头吃 玩的好 这个印度啊 比另外一个印度 这个外交上面要灵活的多 你看啊 这个印度 驻华大使馆 他发了个微博 他说啊 印度制造 比哈尔制造的靴子 现在已成为俄罗斯军队装备的一部分 展示了印度产品 出人意料的全球影响力 这一里程碑 反映了印度在国际 国防市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及其制造能力的高质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印度官方承认啊 印度生产的这个 这个军靴啊 已经在俄罗斯部队使用 你看 他毫不避讳跟俄罗斯之间这种互动 而且卖军靴啊 给俄罗斯 但是美国一警告之后 还有乌克兰一骂他 这个印度虽然嘴硬 但是身体是很诚实的 所以马上宣布啊 8月份要去访问乌克兰 预计啊 穆迪将于8月23号访问基辅 所以这个穆迪啊 你看 俄罗斯乌克兰两头吃 立于不败之地 到时候穆迪啊 恐怕少不了啊 要支持乌克兰 要再一次出卖老朋友普京 那普京也只能忍着 他拿穆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印度啊 是占了便宜 还不会领情 所以蒂包老人是牙打掉了 往肚子里咽了 谁让你四级白痴的 要跟人处呢 普京啊 再也不能失去印度 所以花多大的代价 他也要维持跟穆迪之间的 这种塑料情呢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